嗨嗨嗨,大家好,我是微笑 又來到了海上紛爭的時間 這部影片來跟大家介紹關於霸氣還有覺醒的機制 我們就廢話不多說,馬上開始吧 眼尖一點的觀眾應該已經發現 這個號不是我的號,而是群組粉絲借我的 那本身我們的群組也已經突破五百人 因為LINE的限制,沒辦法再農納更多的人數 不過我相信應該還是有不少玩家是想要加入群組討論 而是沒有辦法加進來的 那我後來就想說要不直接辦個DC群 因此想要加入的玩家可以先在底下留言 我計算一下人數,人數夠多的話就會辦個DC群 供大家加入交流 首先我們看到角色介面,除了被動效果之外 其餘的每種技能,覺醒之後都會有不同的效果 像是卡普的必殺 覺醒效果是,只要擊中一個敵人 傷害會提高30% 並且覺醒之後 圖標會額外有一個金黃色的框 看上去還是挺帥的 那麼我們要如何獲得霸氣 不外乎就是靠修煉 點進來之後旁邊有個霸氣修煉 我們再點進去 總共有五個不同的階段 一、二、三、四、五 那有三個就是剛好對應我們三種不同技能的覺醒 其中兩項是單純的屬性增加 像是防禦力、生命力還有攻擊力等等 霸氣的提升要消耗對應的素材 像是一、二階要消耗初階的霸氣感物碎片 那再來則是三、四階就要變成高級的霸氣感物金石 直到最後的覺醒狀態 第五階則是要消耗本體 最少要七隻可以完全升到滿 同時也可以使用最大獎的霸氣石第三週的活動 是專門給四皇還有海軍的 大家也都知道四皇海軍會比較難收集 那一個霸氣石也就代表著一隻全新的完整角色 也就是我們只要七個霸氣石 是可以完全不用使用額外的海軍 或者是說四皇的本體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混著搭配三隻本體 再加上四個霸氣石都是可行的 不過在此也提醒大家一下 目前的四皇海軍霸氣石 顧名思義只能用於海軍跟四皇 如果是其他的三系要覺醒 也只能吃本體 他們是目前沒有獲得霸氣石的三系管道 這邊給各位看一下 全部升滿的霸氣總共要消耗多少的素材 這一隻就是全部升滿 325等12型霸氣全滿的卡譜 可以看一下初階的霸氣碎片要消耗1300 高階就更多了接近兩倍2150 金幣也是花費不少一點而已 超級大的缺口 還有最原先提到的 總共七隻本體 三隻五星的 兩隻六星 在此也提醒一下各位 當初這位玩家他在提升霸氣的時候 吃的全部都是四皇海軍的霸氣石 不過大家也可以看到 重製給的卻是卡普五星還有卡普六星 因此霸氣石重製是不會返回的 他會直接變為原本角色的本體 還蠻重要的提醒一下各位 最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霸氣的簡單入手管道 目前除了幸運轉盤之外 不外乎就是空島商店 有每周的購買次數 以及最後的頂上戰爭頂上寶庫這邊也是可以購買霸氣的 原始商店初階高階都有 這是我們最簡單獲取霸氣的管道 那麼本次的修煉霸氣介紹就說到這邊啦 大家還有什麼不懂的 也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微笑我看到了就會回覆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